压就有水 嘴巴凑上来就能解渴 小时候您印象里面 在学校才看得到的饮水机 现在就出现在台北市的花博园区 台北市现有658个指引台 大都分布在运动公园和学校 自在水处推广生饮水 选定马上要举办登节的 花博公园做示范 先设置四座 未来目标是七座 民众反应很直接 喝生水想到就怕怕的 自在水处挂保证 水的来源绝对安全 为了怕民众对水池有疑虑 台北市政府很贴心 还在每台指引机上头 都张贴了QR Code 只要你用手机一扫 就可以看到这台饮水机 最新的检测日期 还有相关的水池数据 被列为柯P新政 百日违新的重点项目 北市府大力行销 又让台北追上首尔东京 纽约伦敦等国际都市 但就怕传统生饮水不干净的印象 模糊了变民的政策目标 记得陈先生 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